國防雨雲帶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趕快帶您關注到這一件消息 那麼就在兩天之後 就是我國的國慶日了 直播剛剛國防部公布了一個最新消息 透過畫面我們帶您來看到這張圖片 國防部公告了這個對岸的中共 他們說將在10月10號 也就是我國的國慶日 將在這西昌的衛星發射中心 往西太平洋的方向來發射運載火箭 有人就認為就恫嚇意味是不是相當濃厚呢 那是不是也在回應了就國際網會總統 他所說的祖國論的這樣子的回應 那麼剛剛也有立委在立法院 直接來問了行政院長卓榮泰 卓榮泰也有最新回應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10月10號的時候中共要射虎箭 這個事情知道嗎 他現在已經發布 公布已經發布了 這個很長一段階段他都在台灣的 剛剛不是啦 我問你剛剛的事情啦 剛剛發布了啦 說已經要射火箭要經過 會通過台灣啦 這可能是不是之前講的 國安單位掌握的聯合利箭B 當時就已經說了會發射 可能會發射中程導彈嘛 沒有錯 我希望他的演習是針對他自己 所俠有效範圍內 做他自己軍事的演練 對於這種妨害到區域安全 印太地區安全跟穩定的動作 希望中國能夠有所節制 你在這邊呼籲他節制他就會節制嗎 不會 不會嘛 所以你的因應作為是什麼 我們做好自己的準備 什麼啊 就是所有的過程我們要請軍方單位能夠詳細的了解 甚至監控 我們了解過程 不會對台灣人民造成任何的威脅 因為有關於中共聯合利箭B這個計畫 已經講了兩三天了啦 那你現在是說要請國防部了解 我現在事先都沒有掌握狀況嘛 一直有了解 一直有了解 那你現在掌握狀況是怎樣 很多事情我不便在這裡說 不便說 那我們因應作為可以說嗎 因應作為就是 就以前現在這個不只是聯合利箭B 他過去有很多的演練 我們都持續在了解 面對共軍動作頻頻 那麼卓院長也是喊話 希望妨礙區域安全的動作 對方可以有所節制 不過立委也很直白的問他 你覺得這樣子喊話會有用嗎 他自己也認為可能會沒有用 只不過對岸現在動作頻頻 我方是不是做好準備了 由於現在在立法院正式內政組的質詢 由於不是外交國防組 也因此國防部長並沒有來到立法院 也沒有辦法做出第一時間的回應 也因此才由行政院長卓榮泰自己來做回覆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消息